新聞大破解 破壞大新聞 大家好 當大家在忙著烏克蘭還關心台灣的時候 中共對南太平洋拉了新戰線 和索羅門群島的密約 被認為要圖謀駐軍第二島鏈 震驚區域的國家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日前表態 最近就想要發表遏制中共的國安戰略談話 而美國是有決心要確保台灣有必要的手段 免於中共侵略威脅 中國大陸目前北中南三大一線城市 北京上台廣州的疫情嚴峻 北京是否也即將要被極端的封城嗎 那麼中共極端的清零重創中國的經濟 要如何面對外商的撤資 還有包括相關的毀單以及斷鏈等現象 那馬斯克以旗下的新電衛星通訊 幫助烏克蘭在戰爭當中存在 那又買下了推特要維護言論自由 不過也同樣是前世界首富貝佐斯就提問 馬斯克的特斯拉在中國大陸 要如何因應中共的壓力 那烏克蘭東部的重炮大戰 可能爆發在即 西方加速武裝支援烏克蘭重火炮 那麼中共是否在暗自援助俄羅斯 又在打什麼算盤 我們介紹破解新聞來賓 資深政經評論家 那烏克蘭老師 主持人好 桑普老師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時事評論人桑普律師 主持人好 桑普老師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美國國務卿國防部長在二十四號首度的訪問 烏克蘭基輔會晤了烏克蘭總統外長和防長 那美國國防部長認為烏克蘭會在戰爭當中打贏 那美方二十六號在德國主持了四十國的防衛會談 傳出法國要援助自走炮 而德國宣布要提供坦克 那俄國方面已經出動了T90的最新型的壓箱寶的坦克 那二十三號網路傳出一段影片是中共的戰鬥機在河南墜毀 但是影片卻出現疑似是俄羅斯人 這引發外界對於中共援助武器的一些想像跟猜測 有分析認為俄羅斯方面大概會想要把中共盡可能的拉下水 而中共大概在盤算當俄國被大幅削弱之後 不得不被迫依附中共成為被中共操縱的棋子 甚至交出中共想要的尖端科技 所以請問兩位 先請問吳老師 俄烏戰爭儘管有些歷史因素在 但確實就是侵略 那俄軍用不良的軍紀表現 蒙善戰爭罪的指控 那西方又更加的放下顧忌來援助烏克蘭 所以有些分析認為說這個俄烏戰爭 已經走向實質有點像是一個 變成代理人戰爭了 那這可能會如何影響未來戰爭的走向 所謂代理人戰爭是指俄羅斯外長 認為說你們美國西方國家 這些援助烏克蘭的戰略物資 軍用物資等同於在打一場代理人戰爭 問題是通常代理人戰爭是 我的代理人跟你的代理人開戰 現在不是俄羅斯沒有代理人 那俄羅斯就是自己跳下來玩 那只是說他會不會變成被中共利用而已 不是 他是中共的代理人 這個的話就有點超級 沒有啦 利用 中共利用 現在是說美國透過代理人 去跟俄國本尊在打 俄國沒有代理人 俄國是自己的部隊下來打 好 這話說回來就是說 這個代理人戰爭的意思表示說 俄羅斯已經認定你美國實質介入了 那美國原來就是說我不出兵 就是說我不出動正規部隊 我美軍不會跟俄軍在烏克蘭交戰 但是不等於我美國不介入這一場戰爭 那實際上我們現在也越看越明白 整個戰局就是美軍在主導 美國在主導 包括號召盟友提供戰略物資 各種武器在內 包括提供情報 那也包括提供整個作戰的藍圖 整個戰略 從戰術到戰略 其實美國都在掌握 那這一次美國的國務卿跟國防部長 一起到基辅去 這件事情有點不尋常 因為通常美國內閣裡面 內閣排名第一的是國務卿 再來的所謂四大部長 國務卿裡面再來就是國防部長 財政部長還有司法部長 這是美國的四大部長 這一次兩個同時出現 這非常罕見 二加二的這種格局 對 如果你是講四方安全對話 那的確就是二加二 外交部長跟國防部長一起出席 但是幾乎不是 然後在戰爭的過程當中 你現在做這個高姿態 不過有一個很妙的地方 就是兩個觀察點 第一個觀察點他們不是空手去的 聽說有六架大型最大型的那個C17 運輸機六架同時抵達波蘭 把東西送過來 所以他們去等於是在說 那個兄弟別擔心我有送東西過來 等於是去送那個伴手禮的 這第一個 第二個你看他這個現場的照片傳出來 很妙 就是美國國務卿跟美國國防部長 跟折倫斯基見面的時候 都沒有打領帶 你去看那個他們見面的照片 你可以看出來他們那個 後面是掛了美國國旗跟烏克蘭國旗 那不是我是說他們兩個人在合照裡面 沒有打領帶這表示什麼意思 表示說我們是自己人見面 一個親切的會面的場合 你跟你的媽媽見面不需要打領帶 就是你跟自己人見面的時候 可以輕鬆休閒一點 不用那麼正經不用那麼正式 因為你不是開一個怎麼正式會議 大家有點好像陌生 他投射的就是說我們是自己人 自己人見面的時候 不用那麼正經的打領帶 有這樣的含義在裡面 然後國防部長還有布林肯 都在表示對烏克蘭的支持 然後重點是要烏克蘭 或者認為烏克蘭這邊會打勝仗 這樣子 然後這樣子的話 這個姿態做給誰看 做給德國 法國 義大利看 美國在表示一個堅定的態度 堅定的立場 然後做給盟友看 盟友看到了老大哥都親自下來 對不對 完真的了 所以其他的歐洲國家 什麼荷蘭或者法國 德國 對不對 大家昏昏的加入 老大哥以身作則衝在前面了 美國國防部長國務卿都到吉府去了 對不對 東西也送過來了 大家看得到 所以歐洲形成新一輪的武器資源 烏克蘭的這個變成一種運動 一種政治運動一樣 大家紛紛來挺烏克蘭 所以美國的態度堅決表現 然後其實這個動作有另外一個含例 就是普丁不是派了一個原來在敘利亞 那邊的將領 來主持烏克蘭這邊的戰士的進行嗎 你派一個高階將領來 所以美國現在也派一個退役三星上將 來當烏克蘭的所謂安全協調官 安全事務的協調官 那表面上說 因為各國都捐武器過來 可能需要協調一下 哪邊用什麼武器打哪裡 對不對 可是這個意味著什麼 就是說你俄國只要敢加碼 我美國立刻跟進 你想跟我賭一把對不對 你加籌碼對不對 那美國就加 你派你最高級的將領來 我派 那如果普丁受到刺激 派更高級別的將領來 美國讓他跟進 意思是這個意思 普丁換了將領了嘛 對不對 你知道嗎 普丁換了那個將領了嘛 在美國派一個過來 那國防部長來表態 再上去就是拜登親自來的嘛 那也不排除了對不對 那意思就是說 美國在表示一個堅定的立場態度 然後來做給盟友看 再來呢做給俄國看 普丁要不要跟進 你要不要 對普丁如果跟進的話 美國肯定加碼 這個在誘敵深入了 讓普丁 現在普丁肯定發現事情不對勁了 美國現在怕的是普丁認慫了 下跪求和 這晃得不好是辦事情 你懂嗎 所以美國在這個時候 就怕他跑了 所以加碼刺激他 讓他下不了台 沒有台階給他下 再來呢 那個國防部長去了基輔之後 馬上跟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 兩個人去 德國的一個美軍基地 主持一個四十國的軍事 或者皇位的會談 那個現場裡面就是很妙 因為你看他現場裡面 只掛美國國旗跟烏克蘭國旗 那如果理論上這個是北約的場合 還是歐盟的場合的話 照理說應該掛北約或歐盟的旗 然後他只是掛美國跟烏克蘭的旗 然後那些將領的話 應該是各個美軍基地的領導人 過來聽訊 你看他不是協調 他是在告訴你 我現在是怎麼打算 那個是花指令的一個場合 你去看 所以這個表示美國的介入 是越來越不延了 以前還會遮遮掩掩掩 現在不延了 就明目張膽的來了 那四十國的話 可能包括一些北約國家的將領 北約國家三十國 他說四十國軍事將領 這就是一個協調會議這樣子來 那現在我們看起來美國是這樣 美國有充分把握 可以打贏這一場戰爭 但是他不能讓最終的輸家俄國 發現他沒有贏的機會 他反過來一開始 他就要讓俄國覺得 還有贏的機會 不會輸 所以就是軍事冒險進來 軍事冒險進來以後 再來發現情況不對了 有了挫折之後 美國還怕他跑了 怕他認爽了對不對 所以要不斷的刺激他 羞辱他 不給他台階下 最後現在美國已經講 他的軍事目標終於講出來 之前講的目標是什麼 是普丁下台 烏克蘭收回烏東地區 跟克里米亞半島 恢復領土跟主權的完整 這是兩個目標對不對 這是對應於普丁當初宣稱的目標 就是拿下基辅 然後趕走澤倫斯基成立一個親俄的政權 普丁當初有兩個軍事目標 還包括其他的 去軍事化去罵粹化對不對 這兩個 現在美國有新的目標提出來 經過這樣的一個活動 就是要讓俄國不再有軍事能力 來侵略烏克蘭 不是就這一次而已 以後要讓俄羅斯沒有軍事能力 再繼續來搞侵略 然後而且讓俄羅斯也沒有辦法 重建他的這個軍事力量 所以要徹底削弱俄羅斯 所以美國現在擺明了 他是要對俄羅斯去軍事化 第一軍事大國 要對第二軍事大國去軍事化 讓俄羅斯沒有能力在以後 對周邊國家 包括烏克蘭在內的周邊國家 做侵略 而且他也沒有辦法 再去重建他的軍事力量 以後俄羅斯就變成 純粹一個能源跟農產品的出口國 就這樣子 所以這個美國的軍事目標 越來越清楚 這樣子講出來 三部旅行 對 剛剛講到那個 Proxy Wall這個概念 代理人戰爭 就是我很同意 佳永老師剛剛的說法 基本上是一方有代理人 另外一方人是本人 那你看到無論是韓戰 或者說越戰 那都是某程度上的代理人戰爭嘛 那這一個都是雙方都有 前頭有個代理人在 但是你看到俄羅斯現在是 被看破手腳 他沒有代理人 他要跳出來跟 那個他被他攻擊的 他正在攻擊的侵略的烏克蘭作戰 而烏克蘭被視為北約跟那個美國的代理人 那更重要的這一場的代理人戰爭 除了單邊的代理人之外 還有更重要的是 沒有地面部隊 你看到那個在北約 在韓戰跟在那個越戰 都會有那個地面部隊嘛 但是這一次沒有 所以這一次而且沒有地面部隊 還能夠把那個俄羅斯呢 能夠拖住 甚至是沒有辦法進攻得到基辅 那個秦霍 哲倫斯基 你看得到俄羅斯的軍力 基本上被看破手腳 沒有想像中那麼強大 那這個對戰士有什麼影響呢 一切就可能看那個 從俄羅斯最近那個外交部長 那個拉夫羅夫說起了 拉夫羅夫呢 他就是現在就大言不禪 但是每說一句話 都可以有另外的解釋 你看到拉夫羅夫怎麼說 他說俄羅斯的善意有極限 如果善意不是雙向 無助於談判 那你看看誰會講這種話 就弱者會講這種話 你需要談判的是誰 是俄羅斯而不是烏克蘭 這第一個 第二個是說 他說談判還是會繼續的 那你看看 哲倫斯基已經說 捍衛主權領土完整跟國民 是則無旁貸的 不可能的 不可能妥協的 那所以這個會持續 你就要跟這個底線來挑戰 你看怎麼可能 那他也說 哲倫斯基假裝談判 他是個好演員 那談判當然是並不厭詐 那假裝談判 那你要嘛就不談判嘛 一不談判就繼續開戰 反正你現在都邊談邊打的嘛 那你說哲倫斯基 有一千個矛盾 對 我不會否認這一點 談判都會有一千個矛盾 但是你想想看 誰需要這一份和平協議 所以他才說一切 當然會隨著協議簽署而結束 他對這個有信心 他講到這句話的時候 誰需要簽和平協議的 就是說正在失敗的一方才需要簽嘛 那他說協議取決於當下戰鬥的成果而定 就是多戰多贏 才能夠既定事實 才簽協議嘛 所以繼續打 那你看烏克蘭跟北越會放過嗎 不可能 他說是NATO 就是北越是實質上跟俄國來交戰 從第一天開始就是如此的了 就是北越沒有派出地面部隊 但是供應源源不絕的軍火 情資 還有各方面的現金的武器 還有各方面的協助 金錢幫助烏克蘭 這毫無疑問的 那你說戰爭是戰爭 War means War 那的確是這樣的情況 但問題是拉夫羅夫說出這樣的話 你看到局勢有什麼變化 他能夠嚇阻得了美國跟北越嗎 答案是不 那不的時候就是恐嚇失靈 他也怕戰爭拖久 想和談 快攻站不同的地方 拜上已經出現 那之後美國開始有戰略上的轉移 這一次拜登沒有去 那你看到是 國務卿跟那個國防部長去 去這一次還要在禮拜二 在德國的 Primstein去召開這一個 四十個盟國之間討論什麼 除了供應更多軍火跟那個軍事援助給烏克蘭 還會討論一個事情 討論戰後如何重建烏克蘭 那你講到這個時候就開始講到 他開始想到後面立不起了 有幾個跡象看到 美國已經從幫助烏克蘭自衛轉向幫助烏克蘭戰勝 那這個地方是不一樣 幫助你自衛就是行為上支持你 幫助你戰勝是結果上要保證你 這個是完全不一樣 那這一種他就講到剛剛像我老師說的 提出要削弱俄羅斯的軍力 而且導致到無法重踐他的軍事力量 這個是從來沒有講過的話 意思是說這個要對準俄羅斯的咽喉割下去 那這個是等於俄羅斯要去軍事化烏克蘭 要去納粹化烏克蘭 倒過來反向作用反作用力 全世界要去軍事化俄羅斯 去納粹化俄羅斯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然後美國的參謀長的聯席會議的主席 那個Mike Milley 他講到烏克蘭未來幾週 非常非常關鍵 用兩個非常 重點不是非常之 是幾週 所以戰爭可能只有 several weeks to go 就只有幾週就可能又結束了 而且那個奧斯丁講到 烏克蘭只要想要贏 美國就會幫你贏 哇 講這個話已經是非常清楚的一句話了 就是you have our back 就是你有我的那個靠背 去做這個事情 而且更重要的烏克蘭外長庫列巴講 俄羅斯因失去恐嚇世界 嚇唬世界 不支持烏克蘭的最後希望 已經出現嚴重的挫敗 這個地方已經瘋盤了 俄羅斯拉夫羅夫講這麼多的話是要嚇阻 北約不要再供應武器跟行這個烏克蘭 這個是完全失敗 而且你越講人家又越供應越多 這個結果是大家都看過 最近那個你看普丁 他手腳麻痺嗎 抓住作嚴之外 手在抖腳在抖 而且東西是好像他有個腳在麻痺一樣 那是不是真的是有那個健康問題呢 還是並不厭詐是騙大家呢 不知道 但可以肯定現在是一個他很嚴防死守 別人去政變的時候 那美國也是供應那個烏克蘭的軍備 累計超過30億有說是37億了 而且最近一次7.13億的金錢的援助非常大 供應的榴彈炮彈藥 榴彈發射器還有坦克 坦克很重要 還有無人機防空的那個毒刺Stinger 還有那個反坦克的那個標槍 Jaflin的飛彈那個那個導彈 而且這個是越來越多 所以坊間很多都畫一個地圖 看工程的閱歷 我們不是著重一城一池的得失 沒錯 Cramina已經陷落了 已經淪陷了 那那個19母的南部也交戰 另外兩個嘗試是很危急 包括Slovensk跟Kramatorsk 這兩個城市在烏東地區也是很危急 烏東跟烏南可能連成一線 瑪利波也很危險 甚至在那個黑海一個重要的烏南的港口 Odessa也是很危險 但你看看俄羅斯越想佔 美國北約越想幫助烏克蘭 來收復這些失地 所以我認為未來會拖一段時間 但是幾個禮拜之後 事情就會水落石出 我覺得說如果軍事力量能夠幫到位 不派地面部隊 也能夠協助烏克蘭來戰勝 重點是烏克蘭 願不願意有這個決心要勝 願意美國就會幫助 剛剛烏克蘭 可以看得到美國現在跳出來了 他不是說那個烏克蘭後面是北約 後面是美國這三層的架構 而是說北約之外跟美國平行 美國本身跟烏克蘭就是稱烏克蘭 你俄羅斯要單挑 你看到老大就是美國 所以現在這個策略上的轉變很重要 當然川普的批評也有些有道理的 這個戰爭一開始不應該發生的 但既然都已經發生了 我覺得川普講的一個重要的話是說 不論烏克蘭是北約或非北約的國家 你能夠突破那個道德紅線 不幫他嗎 我覺得現在這個想法 在拜登政府也開始在發酵了 也開始在出現了 我覺得這個是個好的轉變 未來拭目以待 我會想說 但是我會想說 你會想說 我會想說 你會想說 我會想說 有多久 你會想說